我喜欢趁年轻的时候多方尝试 所以就参加了才华红艺术新秀 其实我是蛮幸运的 从演戏跨越到了主持 这一家呢就是日本人的新发明了 然后现在又到了英文的频道 去做我的演艺工作 比赛要胜出固然重要 可是它不会断定你以后的道路 努力谦虚的艺人 他的路走得会比较长一些 24位新秀即将强势登场 是会延续红星的精彩 才华横溢出新秀2019